做得更好 過得更好 親愛的鄉親朋友大家好 我是婉婉 歡迎你收看台南鄉情郎 台南鄉情郎這個節目是有台南市政府製作 最主要是要讓我們鄉親朋友 大家對著我們台南市政府國家家的業務 做一個了解 當時也要跟我們鄉親朋友 來報告我們台南市政府 最新的主席和外黨 歡迎你收看 我們今天要說的主題是 案內糖廠的影視園區 這次一開始我們先來看一個影視圈 聽看一張要跟我們說什麼 謝謝這個文化部 還有謝謝中央各部會 這樣長期以來的幫忙 這個事情 以現在的案內糖廠 其實我們未來的計畫 還是有一些 但是我們還是會逐步的來努力 一步一步 在台南市的財政許可的情況下 我們也會自己自力自強 那努力把這個草域經營起來 那當初這個事情的緣起是 這個公視的大和劇 然後他們做了 這個想說 這個保鏡站起來 很可笑 我記得公視之前有一個影劇也是 做了一個中華商場 在北部 但是因為他們 拍完的時候 那個場景也吸引很多人去看 但是拍完的時候就必須猜除了 很可惜我有去看過 但是留在我們南部這個地方 這個不管是清朝的 或是榮丁時期的 或是這個戰後的 我們有不同的場景 將來也會 能夠不僅成為拍片的一個重要的據點 也是成為一個 將來一個民眾來這邊觀光的一個據點 那另外在沿水小鎮 我們也謝謝交通部觀光局 也是很幫忙 那個地方列為重點的 這個特色小鎮 所以不管在越晶港的部分 除了治水之外 還可以變成一個文化場域 那個也是在 李前代市長的時候 做的時候都已經開始了 所以說在越晶港的部分 在這個部分 還有等一下院長要去 去 這個 視察的這個 鹽水戲院的部分 通通都是變成 發展一個 一府二路三蒙獎四月晶 就是減水 可以成為一個未來 台南客人 發展的重點 我們台南市擁有自然的景觀 而且還有幾百年的文化 所以除了說 吸引這麼多的觀光客 台南這個所在 遊覽觀光以外 也吸引這麼多的劇組 包括說電影電視的劇組 來這個所在取景 來點營 那麼在這個當中 他們所拍出來的 這些電視窗 或者是電影 也吸引在金馬獎 金鐘獎家 大放益彩 比如說 孫女兩層季 孤衛 或是想見你 思卡羅 頂頂 這個當中 除了說他們的 這個認真打拚 以外 我們台南市政府 也扮演 很重要的 推手 這個 港總 那麼在這個當中 我們台南市因為這個文化館說 要讓它更顯要一點 所以我們台南市政府 我們文化局 特別在我們的 案內堂藏這個所在 來整個影視園區 那麼這個影視園區 就是要讓 這個劇組來這個所在 熱熱的時候 可以更好 更容易來取得場景 包括說 我們近前的 清代漢人的這個世界 還有我們日日時期的 這個榮丁片場 現在也已經開始 讓我們一些劇組來這個所在 來臉 流流少許 以後還有很多這個幾位 那麼在這個當中 幕後的這個重要推手 就是我們台南市政府 文化局 我們文化局局長 葉哲三 葉局長 那麼我們今天特別邀請局長 來到這個所在 跟我們的鄉親朋友 來分享這個過程 還有未來我們的幾位 我們現在先邀請局長 跟我們的鄉親朋友 來打一招 局長你好 是主持人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是 那麼剛才我們說的 這個案內 航廠影視園區 其實 我雖然台南人 但是我第一次聽到 案內 航廠影視園區 那麼這是一個堂場去改造 我知道我們台南市以前有很多堂場 比如說像仁德 現在就變形石骨 還有這個小人 我們市政府都有很好的幾位 那麼在這個案內 這個堂場影視中心這個所在 我們台南市 剛才我有說到就是我們清代漢人世界 近今的已經完成了 現在再來就是這個榮丁片場 是不是 請我們局長 跟我們的鄉親朋友來做一個介紹 我們是怎麼用這個案內這個堂場 作為這個基地 是 首先我先來介紹一下 說我們說 我們說 我們說 可能有很多人不知道說 我們有什麼地方 不過我說 鹹水糖醬 可能大家就比較熟悉 其實 這個鹹水糖醬 就是黃蘭糖醬 其實它是日本時代 很早有一個糖醬 終於要有120年了 所以可以說是 台灣應該是 白日很早前的這個糖醬 不過糖醬因為這個糖的效率已經不好了 所以就一直打風去那個地方 所以在那裡 其實有很長的時間 都沒有去使用了 並說是一個工業遺址 閒置於那個地方 所以我們一百十二年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推薦這個 案內影視基地這個價位 這樣就對了 所以漏漏漏漏 一直到 我們這個代理市長李孟彥的時候 開始推薦 開始擔工 黃市長就任後 也非常積極 支持文化局 快來殺這個價位 因為過去我們大家都知道 要去中營文化城 對 看這個時代場景 我們讀國中的時候 畢業年的時候都會去 其實這個中營文化城已經是沒了 對 所以既然要拍時代劇 其實 都是這樣 找一個土地 搭一搭一搭 湿了之後就拆掉 可以說是非常沒差 對 對 所以文化局也非常支持 這個價位就是希望說 這個場景 搭下來之後 拍之後可以繼續流下來 有少許劇組 可以繼續去影 順便可以做觀光 這樣就對了 所以這個 案內影視基地 就是這樣開始形成的 所以這幾年 其實 進度很快 所以 我們已經完成了清代的場景 清代的場景就是當初 撕這個斯卡羅 撕了之後 把它流下來 最近又完成 這個日本時代榮丁 榮丁是什麼地方 榮丁就是 我們台北 重慶南路 長衡陽路口 那個地方 可以說是日本時代 台北是 最老的地方 所以這兩個地方 都要完成後 開始 很多劇組 可以利用這個地方 來打拼 這樣 那麼是不是 現在我們局長 所說的漢人世界 還有我們的榮丁 在這裡 內部 稍微做個介紹 好嗎 是 我們本來的湯丁 因為是主要是提供 這個劇組的打拼 它不是說 它是一個純光光地區 尤其政要的見識 所以這個過程 一般民眾 都沒辦法去參觀 不過 去年底 過年的時間 黃市長說 哇 很多民眾 一定 會認真 是不是可以去走走看法 所以我有開放一段時間 讓大家可以局部去參觀 所以我正手來替一下 這個 其實就是 這個 目前清代時期的這個場景 清代時期場景 它是用我們夫生 我們夫生清雕時 我們夫生的這個場景 去復原出來這樣就對了 所以其實 這裡有那個古典味 我們也是有去考證 其實這個大場景的人 他都有去做考證 所以 事實上 我們過年期間 大家可以看到 很多人去那裡看 我們有導覽 會給大家介紹 思卡羅是對一個地方打的 衣館是對一棟頂頂這樣 所以 這是這個 漢人 在清雕時 所生活的一個場景 還是以我們台南夫生為主體 這樣就對了 所以局長 這個場景 都是後來自己 我們市政府把它蓋起來 是 這個場景你看起來 會覺得說 很有歷史感 很久這樣 事實上 它是新的 是我們的美術設計 哇 他們很厲害 他們有辦法去做復古這樣就對了 所以整個立面 每一間廚 包括它的膠擺 它的旗子頂頂 看起來 哇 我們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這些東西 像這個榮丁 榮丁是日本時代的一個場景 我們的大街的場景其實是什麼 都是藏家拍片的人 就會去討論說 什麼場景最適合我們拍片來修容 我們不想說 拍一拍就沒有錄音 所以我們有去討論 所以討論起來 大家就是覺得說 日本時代這個榮丁這個場景 是很多 不管是電影 還是電視局 都常常用到這個場景 所以我們這次 先搭了四棟的 很大棟的這個場景 所以 去到這個地方 你會看到 剛好像在十字路口 有四棟很大棟的這個場景 可以說很漂亮 非常的古典 非常的典雅 這有老照片可以去對照 所以它搭起來的那種比例 它的外觀 可以說從老照片的比對起來 可以說是相似度非常非常的高 而且喔 它的那個感覺 復古的感覺 還是說那個昭和時代摩登 這種建築的感覺 可以說非常非常好 所以露露小小 也開始有人來申請 這個地方要打鼻 甚至打工庫 都有這樣 所以就是說 這個場景是實際上 很值得劇組大家去利用 未來我們整個完蛋好之後 也會開放給觀光客 去那裡做參觀就對了 所以這是榮丁的場景 這樣就對了 因為我們說 我們說玉教娛樂 因為 像這裡做觀光的地方 還要提供一些製片的人 來這裡拍戲以外 就是說對著小朋友 我記得我們以前的時候 歷史課本拿起來 就讀歷史的時候 讀清朝 讀日治時代 可是那個都不是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的 我們在樓裡也看不到 可是有時候 如果說我們把小朋友 帶來這個地方 讓他去感受 就可以感受那個年代 不然我們坐在課堂上 老實說的時候 我們只是看課本來的相片 那個很難去 真的有那種那麼深刻的感受 但是你如果帶來這個所在的場景 那個小孩子就可以很容易 腳去可以連貫起來 是 那麼剛才我們局長說的就是 漢人世界嘛 還有這個榮丁片場 好像還有後面還有一些規劃 是不是 跟我們分享一下 整個隱私基地 其實目前是第二季的工程名 後面還有繼續場景的搭設 譬如說榮丁 榮丁我們現在是 一個十字路口的四階而已 其實我們後續擴充到八十公尺 讓整個四階 這個 他的長度 看起來的氣勢 會更不一樣 這樣 所以這樣對拍片的人來說 他不常是說拍這個角度而已 其實有很多的角度 無論如何不一樣的角度 都可以去 是不對 這是我們目前已經開始的第三季 後續擴充的這個價位 另外就是說 目前 目前我們也是說 因為他放來通常這個地方 他將近 他將近有30公斤的土地 所以我們現在也是說 好 我們會提供補助 讓很多巨族 要來大景的時候 可以利用凡來通常這個地方來搭景 搭景搭了之後 我們會請他 會流下來 所以這就變成說 為的景是我們家裡去搭 為的是巨族 利用我們這塊土地來搭 下來之後 我們會流下來 所以這樣不一樣的景 會越來越多 所以 這也是文化部 支持我們這個影視基地 很重要的一個目標 就是希望這個地方 並在未來 很多這些巨族要打扁 大家都可以來到這裡 來打扁的一個地方 其他不會浪費就對了 另外就是說 因為 反而通常 他裡面有很多層口 大小的層口 400平 100平 200平的層口 要這麼多 所以為的 我們會做成室內攝影棚 像我們今天在農業這樣 會做一個室內的攝影棚 萬一有多景 需要在室內攝影棚來把它完成 這樣我也提供設備更空間 所以這樣可以形成一個 比較完整的影視基地 我是有看一些媒體報道 報道說我們台灣的一些電視 叫作電影 他們有時候在拍攝的時候 就是這個經費的關係 有時候會有一些困況 是 但是我們現在就是說 政府有提供這樣子的一個 應該算是硬體的設備 讓這個劇組來這裡拍攝的時候 就像剛剛局長說的 不用再另外花錢再去搭 搭完之後又把它丟掉 不然就浪費了 我們這樣整理是 資源整合 讓他們在拍攝的當中 他們也不用花很多時間再去搭景 搭景也要花很多時間 然後他們又省下很多的經費 大家利用再利用 電腦這個循環就是一種良性的循環 那我要請教我們局長就是說 最近像 我們知道有很多電視劇 像食物理養成劇 像這個菇衛 菇衛我還跑到電影院去看菇衛 然後 想見你 斯卡羅 他們都來到這裡拍攝 那麼 當然我們要有鼓鼻有優秀的條件 那是不是也請局長跟我們來分享一下 是 台南市 因為它是一個鼓聲 有山 有海 有平原 所以其實台南市就是一個鴨鴨 一個很大的鴨鴨 所以有很多很多劇組 打電影 打工科 打電視劇 這段時間 大家都很想要來台南來處境 來打鼻 除了我們政府鴨鴨之外 其實我們整個城市 很多地方都值得劇組 他們來取景來拍片 所以我們有一個 叫這個影視協拍中心 就對了 台南市影視協拍中心 這個台南市影視協拍中心 這幾年已經協助拍攝 400幾個片 400幾個片 可以說非常多 所以大家最近可能比較熟悉的 像說 這個淑女養成季 我的婆婆怎麼那麼可愛 想見你 或是說之前的這個中曝塞 這裡都有得獎 不只是口碑票房都好 整個得獎也相當相當的多 所以這些影響其實都在台南市 所以我們都協助他們這個過程 透過我們的協拍中心 它有什麼樣子的行政需求 需要我們協助 譬如說 他要照封路 或是說他要照警察局 他要照便宜頂頂 我們單一窗口 對 單一窗口 所以對他們來說 會覺得很方便 所以剛才我們局長說到的是 市政府文化中心裡面的影視支援中心 是 那麼這個支援中心 我印象當中 以前好像沒有這個單位 現在才有這個單位 對 那這個單位是不是也請局長跟我們分享一下 是 這個單位就是我剛才稍微介紹的 因為這巨主打批 其實他們到這個城市打批 需要大家到三天的地方很多 過去他們是怎樣 我要照便宜 我要去便宜照 我要照消防堆相關的空間 或是要照警察局 或是要風路 要找幹部局 他要找很多地方 才有辦法去解決這些問題 他進來台南市打批 他就來找我們影視支援中心 我們影視支援中心 他會到夾雕 他到夾祖 一次把這些問題解決 所以這對他們來說可以說很方便 所以我們這幾年的影視支援中心 大家也很樂、也很支持 對很多這些劇組 可以讓他們覺得台南市 是一個很歡迎大家來這裡打批 來這裡打批的過程當中 可以說很愉快 是 那麼這個影視中心 我們現在都是站在協助的角色 以後會不會說自己拍片 局長當製片 我們這個影視支援中心是有補助 有補助 有補助 有補助一些拍片的經費 有補助一些所謂的住宿的經費 那麼現在剛才我們局長有說到 已經有四百多部的電影 是因為文化球 影視支援中心來幫他們協助 是 那麼在這個當中 我在想我們和他們 道三天的這個也很多 就是說在這個當中幫他們提供資源 還是說在這個工程上幫他們協助 對他們來說他們的幫助也很大 那麼是不是 我們還有其他的這個業務 是 其實這個影視的製作過程 其實很複雜這樣就對了 所以因為我們政府有一個案內影視基地 我們都有這個影視支援中心 所以我們既然這兩個單位 都要整合在一起 就是可以提供這些要拍片的人 經過方便 經過這個住宿就對了 譬如說 我們最近影視支援中心 有接到人想要搭建 要叫我們找土地 我們就要介紹幾個人說 我有一個案內堂藏的影視基地 裡面有些土地可以提供讓你們下去搭建 甚至可以多少也補助 所以兩個單位 可以結合作為 產生更大的力量 對這些拍片的人 給予更大的一個幫助 另外就是說 因為這幾檔的建築 漏漏漏漏漏漏 我們整個方來通修 這個影視基地 周邊的環境景觀 也都會整理 所以我們希望說 要過兩檔 整個影視基地 可以正式來開放 提供給民眾 可以來參觀 不只是說 拍片的人 可以來這裡拍片 一般民眾 也可以來這裡參觀 這樣就對了 是 他說 之前有說到一個重點 提供給民眾來這裡參觀 會帶到人潮來 那有些人 他來了之後 他搞不好 他不會停留一下下的時間 搞不好 他就多停留一下 那是不是 我們發展更多的經濟消費 比如說飯店 或是其他的一些周邊的 一些建設出來 是 這個電影電視 其實是最好的一個行銷 所以 我們現在有很多 透過電影的這些場景 因為 這個片 很轟動之後 很多人會來這裡刺頭 來這裡觀光 帶來一些觀光的人潮 包括去暗內影視基地 那打鼻 很多人會去減水消費 頂頂這樣 所以他對城市的觀光行銷 還有經濟的消費 其實是幫助非常非常大 是 他剛才說的這個地方就是暗內 他剛才說 這叫做 換來 我第一次 我第一次學到這個台語 換來的湯匆 就是說 我們台南市有很多湯匆 是 像剛才我說的 仁德 就是現在在做石谷 是 小人 小人進 藝文中心 對 那有很多很多的糖廠 我們市政府現在都再利用 因為 剛才局長有說 我們現在已經沒有做湯匆了 這個歷史 侯儀哥重新 在民眾的眼前 他們還在那個地方讓大家去心想 我想這個光景很大 那麼 是不是也請局長跟我們再分享一下 其他的糖廠還有什麼規劃 我們台南市 從日本時代上冠的這個糖廠 大概有11個就對了 所以剛才主持人有說到 人的糖廠那個地方 現在是石谷 做得很好 也是做一個文創的一個園區 另外就是說 麻豆糖廠 或是中亞糖廠 現在是藝文中心 有一個電纜表演 像這個硝龍糖廠 或是咖哩糖廠 也是藝文中心 也是有電纜、有表演 有國外藝術家的進駐 像玉珍糖廠 玉珍糖廠 玉珍糖廠 因為那是九百年四驚 非常重要的一個歷史場域 所以那裡有必作一個 九百年四驚的紀念園區 有些四驚立宿的相關的這個 典覽 為了進到那裡有的運作作的糖 就是生化糖廠 這是一個活歷史 所以生化糖廠 現在也是繼續有的作糖 也可以預約參觀 所以客棠的過程當中 大家可以去參觀 所以 他可以說 台南市 很多這些糖廠 我們都盡量去活化再利用 新娘的糖廠 裡面也有很多枸杞 現在漏漏漏漏漏的收穫 所以這都是未來台南市 以糖廠這個部分的工業遺址 可以好好去運用一個好處 是 那麼我們這個影視支援中心這個地方 它裡面內部有很多很多的 還有很多的內容 包括說我記得之前有訪問過科長 他談到說 我們這裡有一個就是南門的電影書院 這個電影書院裡面好像也有很多的功能 是不是 請局長跟我們分享一下 是 南門城是我們的國定古蹟 其實它旁邊有一個日本時代的放送局 就是電台 對啦 那也是古蹟 那個電台 我們現在收穫之後我們就做電影書院 這電影書院有幾個功能 第一 跟一般社區民眾 阿弟要怎麼打記錄片 打社區的 打阿弟家族的記錄片 第二就是說 我們現在這個膠卷 膠卷已經 用不去過期了 就是要開期了 所以開始有在這裡跟人要怎麼去做收穫 去轉成所謂的數位 另外就是說 這個地方我們也要播放一些老電影 用我們的南門城播放一些老電影 甚至一些沒有聲音的電影 要請辯書來講 所以這個地方其實有些教育提供 包括立書文化的重新演繹 這個功能就對了 所以這個南門城電影書院 我們這十年來一直都從台南藝術大學的影像所 共同來合作 這樣 可以說效果非常非常好 是 今天感謝我們台南市文化局 文化局長 來跟我們鄉親朋友來介紹我們的 換來 我今天把這個學會了 換來彈唱的影視園區 這部分 我們裡面有很多豐富 比如剛才我們局長說到的 清代漢人世界 還有日志時期的熔丁片場 還有很多場景都會呈現在我們的眼前 那麼最好我們局長還有什麼 要跟我們鄉親朋友說 是 這幾年這些電影或是電視局 可以說對台南市的觀光 可以說帶來非常大的效益 像說青鳥 青鳥熟女養成劑 第一季的時候 哇 他們去很大的回想 其實就有很多人去到我們鄉親朋友 後面的那個地方 來刺激 來參觀他的片場 結果 這個熔女養成劑又拍了第二季 可以說又帶了動了第二次的一個 觀光的一個熱潮 包括周邊的這個商家 丁丁 可以說非常勞結 也吸引了很多年輕人 回家的故鄉來做拍拼 所以這就是說 影視產業可以說 對一個城市 觀光行銷 甚至說 對一個地方的這個 產業的發展 可以說有很大很大的這個 效益 所以未來換來的湯匆 完成後 藏我們的 這個青鳥這個地方 其實就可以連結在一起 就對了 所以這就是說 我們台南市的播放 我們整個影視產業的時候 我們除了有說 有協拍中心計畫 我們也有我們的這個影視園區 可以提供大家在這裡 這個拍拼 也有些聚落的地方 也提供給大家去拍拼 我們把這些串聯起來之後 台南市可以變成一個台灣 甚至說 世界大家要來這裡拍拼 可以說是一個最好的 最好的一個城市 我們當然是一個很大的 資源整合的中心 是 那麼就是說 局長他剛剛有說到 我們很多地方 現在比如說 蘇嶙城街的這個青鳥 很多地方 變成觀光景點 帶來很多的觀光人潮 但是 有時候 這些民眾 我們來的時候 是不是要提醒他們 要注意些什麼事 當然啦 當然 疫情期間來 防疫很重要 防疫很重要 另外就是說 我們影視基地 大家來看的時候 你不可以在那裡說 裡面都空空 才會蓋一邊而已 後面沒有是空的 其實 影視基地主要是要提供 拍筆使用的 所以它的境就是 我不一樣的劇組來這裡 用這些空間可以用 不過我自己可能要加一些 景片啊 丁丁這樣 所以大家來到那個地方 可能要用不一樣 去遊覽地區 參觀的方向來 來看待 不然你會覺得 有 就像我看電影 看電視的時候 不太一樣 對 其實因為影城 它要保留很大的空間 讓劇組去發揮這樣 因為它只有一個單位 一個單位 不可能像你們家會客廳 才能完整 什麼都有 打皮打完它便會走 所以 也利用這個時候 一種教學相長 就是說 你在那個電視看到的 影像是這樣 還還實際上看到的時候 又是這樣子 這樣 我們有些場景 以前那個清朝是什麼樣子 我們在電視看的時候 還是我們在 課本看 就是這樣子 就是一個相片而已 可是我們實際的 在各位的地方 我們可以感受一下 那麼今天 很感謝我們台南市政府 我們文化協調 葉澤山局長 和我們鄉親朋友 來分享 我們看來 鄉親影視園區 感謝局長 感謝鄉親朋友 你的收看 台南鄉親走 我是婉婉 我們下次見喔 謝謝主任 謝謝各位觀眾